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千年以来 错综复杂的历史 最具有代表性的象征 就是有三大一神 叫共处一城的耶路撒冷 各具有代表性的圣地 都坐落在城中 其中对犹太人最为神圣 也最悲伤的代表 当然就是哭墙了 TBS记者这次就实际走法 也有科技业者 把圣城耶路撒冷 那么搬进虚拟世界当中 不但可以碰触到耶稣的圣物 也能够在哭墙底下祈祷 或者是在阿克萨清真寺 感受到伊斯兰教灾绝月的前程 希望三大教派的信徒 都能够找到心灵寄托 我们一起来看 双手摆头上 用最快速度爬下轴掩护 这是耶路撒冷居民 听见空袭警报的日常 尽管耶路撒冷是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城 却同样面临着空袭威胁 这因为是旧城充满骨机 不是每一间房子都能够往下挖防空洞设备 不少人遇上空袭警报 只能逃到公共区域的防空洞 或者骤地趴下 阳护自己 民众对于空袭反应不同 而在知名景点枯墙 有大量以色列犹太人在祷告 在出现攻击之后 人数更多 西墙也被称作为枯墙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在哈马斯的攻击发生之后 当地人就告诉我们 有非常多的犹太人 会特别来到枯墙 这里希望可以寻求心灵上的慰藉 不论是圣母教堂 枯墙 或是阿克萨清真寺 三大宗教的圣地 都在耶路撒冷古城当中 也成为全球无数信徒 一生的向往 带上虚拟装置之间 以色列的新创公司 透过魔幻的手法 让人一瞬间感受 圣诚才有的震撼 这些都是圣诞的座场 所以你能参加圣诞的圣诞 进入耶稣的座场 你能参加圣诞的座场 你能参加圣诞的座场 或者你能参加圣诞的洞 走到西洋的座场 写一笔 甚至放入西洋的座场 通过VR装置 还有软体进入元宇宙 就能跟着犹太信徒 站在枯墙边祈祷 还能拿起虚拟笔 写张纸条 把自己的心事 还有心愿 向上帝倾诉 也能走进一望 人山人海的圣母教堂 看看耶稣被盯上十字架的地方 甚至可以伸手触摸耶稣的圣母 或是在阿萨克清真寺 感受伊斯兰教斋接约的前程 跟着无数的信徒 一起朝麦家的方向跪拜 新创公司执行长强调 透过这些宗教仪式 除了让信徒可以胜利其境 在信仰当中可以得到心灵的平静 更是要让更多人可以了解不同的宗教 减少彼此之间的隔阂 好 我们就来仔细介绍世界遗产 耶路撒冷的背景资料 它是在西元前一千年由大魏王建成的 大家都知道是三大宗教的起源地 但是这千年以来控制权变化不断地改变 包括了像是罗马 土耳其 英国 约旦都曾经控制过耶路撒冷 另外现在主权的争议者包括联合国认为说 它是独立的个体不属于任何一国 但是巴勒斯坦当然会觉得说这是我的 那么以色列则是拥有实际的控制权 好 这一段节目我们来讨论耶路撒冷 请来另外一位来宾来介绍一下 那就是资深世界遗产导游 同时经常去中东对不对 徐峰瑶老师 老师去了耶路撒冷几次 十几次 十多次是这方面的专家 当然同时也是政大宗教研究所的博士生 欢迎您在这一段加入我们讨论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张这个鸟看图 相当程度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为什么三大宗教都主张 圣城是他们的 您看到了这里有枯墙 这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 另外基督教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圣母教堂 那么在伊斯兰教则是有圆鼎清真寺 跟阿克萨清真寺 阿克萨清真寺我们等一下会详细来介绍 我们先来看到的就是枯墙 其实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这次刘婷婷也走访了枯墙对不对 枯墙又称为西墙 是在西元前十九年到一世纪的时候建的 古代犹太人第二圣殿的一个遗址 实际上圣殿的被建立 其实可以跟着犹太人的王权的建立 是同时搭在一起的 所谓扫罗大卫所罗门 实际上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 慢慢的从建城到建圣殿 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 实际上枯墙的部分大概是这个样子 枯墙 我们先把它具体性的讲一下 你可以如果你有那个全兆图 你可以看得出来 第二圣殿的枯墙的石砖在下面 上面的是阿图曼土耳其 苏兰曼时代的 所谓的枯墙的石砖 它那个石头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又可以再切割一下 右边的枯墙 是所谓的女性她礼拜的空间 左边的那个枯墙 是一个男性礼拜的空间 所以当我们进入到枯墙的时候 对于我们非犹太教徒来说 我们是进入到神圣空间 所以当我们进入到枯墙的时候 男生都必须要戴那个KIPA帽 白色的那个帽子 他们常常说一句话就是头顶天 人是人 人是不可能头顶天的 更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还回归到Tamud 那样的一个犹太的圣经当中 去看的时候 圣地并不是一个普通人 可以进得去的 当时圣地进去 只有犹太十二支派当中 其中一支叫利未人Levi 他才能够进得去那个圣地 所以这个都是圣地当我们要讲枯墙的时候 都不可以去逃避或闪躲的一块 所以实际上你现在进入到枯墙前 他其实还会有一个牌子 他会告诉你说 这是犹太教的圣地 你没事 你是不是可以进来的 原来去了枯墙之后 还分男女友别 对不对 而且李教授你也曾经去过枯墙 去过三次 我可以讲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就是枯墙 它那个千百年来有很多缝隙 结果我去看的时候 那个缝隙都是满满满满的小字条 据说枯墙非常灵验 你弄个字条 好像我们那个放那个什么 天灯一样 对不对 然后这个犹太人他会做生意 他们现在怎么了 他有传真机 就说比如说你人在纽约吧 对不对 你弄个字条传真过去 他帮你弄 帮你塞进去 收费 还收费 所以他枯墙还可以赚钱 你看 所以其实全世界各地的宗教 有一些这个程序 好像也都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没错 对不对 好 那讲到另外一个小故事 我看到那个以色列传统的教室 那么我的了解 他们是国家供养的 每一个人所一本的圣经 就位圣经厚厚的一大本 他们就一贯了 我进去 去哪里呢 我们看那个枯墙 那个枯墙露出来 是外面看得到嘛 对不对 它其实有一部分 它是在那个什么山里头 当年不是被那个泥土都给盖住吗 那犹太人把它挖出来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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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所以变成一个山洞一样子 所以我们讲说 类似这样的 我们这里面 这枯墙一部分这样子 好 那就在枯墙前面 他们就摆了一张一张的椅子 跟那桌子 所以每一个教室进去之后 他想固定位置 他就坐在他自己的位置 然后把圣经一打开来 然后就开始在那边祷告 祷告到一定的一个阶段之后 他们就可以回家下班了 是 好 我们刚刚讲到了犹太教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区域里面的 基督教的代表性建筑了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就是圣母教堂 对不对 圣母教堂相传就是 耶稣死去跟复活的地方 被信徒认为是一生必去 可是问题是 现在这个地方 虽然是基督教的圣地 但是很特别的是 他的管理权 交由穆斯林 那么成为耶路撒冷当中一个 很多人说 这算不算是宗教融合的地方 薛老师告诉我们 这又是一段怎么样的故事 对于这个朝圣 应该更精准地讲 是天主教的朝圣地 了解 对 那对于这个天主教来说 或者是说我们叫做旧教来说 可能大家在台湾久了 不太没有太听过那些教派 什么亚美尼亚使徒教会 然后叙利亚政教会 科普特教会 希腊政教会 天主教 然后还有一个更奇特的是 伊索比亚教会 所以对于 这其实是一个宗教史 就是耶稣在复活之后 基督教是一个没有核心的状态 所以各自大家各自发展 所以都必须回到 所谓的圣地当中去插旗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团圆们 讲一个笑话 就是你去看一下 现在圣母教会的那个大门口 那个上面的窗户 有一把梯子 那把梯子是因为工人修窗户 就忘记拿下来 然后他就拿不下来 因为六个教派 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 所以就会打起来 然后不要再想 再想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圣母教会就这么想 六个教派有不同的仪式典礼庆典 圣诞节你认为是12月25号 政教会说是1月6号 所以大家的节日不同 所以常常在里面吵架 然后搞得大家是人样麻烦的 所以呢 撒拉丁那个时代 各位就是 伊斯兰时期最重要的一个 民族英雄 打赢了十字军的这一个撒拉丁 就把这样的一个圣母教会的钥匙 交给了这个所谓的穆斯林 让穆斯林来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实际上我们回到 撒拉丁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你就会发现其实 和平是曾经存在过的 那这个撒拉丁面对当时屠杀 很多穆斯林的十字军 其实撒拉丁是让所有的十字军 无痛的自愿性的离开这座城市 所以我必须得说 那是一段美好的过去 所以其实和平不是做不到的 对不对 其实从人类的历史来看 和平并不是做不到的 但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 好 介绍完这个犹太教 还有这个基督教或天主教之后 我们紧接着要来介绍 当然就是伊斯兰教 在耶路撒冷很重要 一定要知道的是 阿克萨清真寺 但是在阿克萨清真寺 据说也是近期 尾巴冲突倒入果线之一吗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 请别走开